为什么阿弥陀佛有的人念成阿弥陀佛却也有人念成阿弥陀佛 此间佛学和泛拜学者研究认为 佛教传入中国后念诵经文的英律方式 受到中国人性格和英律文化习惯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出自古印度泛文的阿弥逐渐融合成小口型且平和的阿弥结合 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佛学传入中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于山泛拜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施永吴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记者专访 生动解释了佛教英律在传入中土之后经历的变化 印度佛教制喜汉某年传入中国后 经过历朝历代周见向中国本土化演变 并这种成为中国佛教 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发生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表致性事件 譬如汉传佛教 信向胎贤 参禁密履巴达整派的响继建立 是佛教中国化完成的重要表致 六头参禁的问世 卑藏请贵的建立 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 著由离生北意义的转制 佛教造像记忆的传承 寺院建筹拱义 残传道武术 福以义 《大藏经》的边传等等 都是佛教中国化 在功巧民 医房民 内民 医民 等武民领域中的重大成就 据施永吴介绍 从三国曹职创立于山泛拜 开始的佛教五民中 声明语言学的中国化 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 发生的最早 影响最广泛 最持久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那么 于山泛拜中 蕴含着怎样的 中国文化要素和特征 于山泛拜是 中国早起四省 无影七省 十二履履等影韵语言文化发明 畅造运用的智慧接近 称公开上改范为清的 佛教中国化祥和 使中国人耿着 中国有秀传统文化 参事复发景点 发展史乡 而形成佛教兜太理论 中国化的 银审自行法门 继承了瑜伽 礼乐之德 用中国人 喜闻乐见的 隐旅心事 将佛教 传扬开来 兴盛住川国 并援帽到 等南亚国家 翻倍借鉴 融合了 中国古代 礼乐文化的 理论 原理 和表现形式 在佛教 中国化 本土化的过程中 努力从 中国固有文化中 积取水分 和阴阳 泛拜涉及 中国音律学 语言学 经络学 音乐学 等多重理论学问 施永吾说 未来与当代世界 不同文明的对话中 应更好发挥 于山泛拜文化 桥梁作用 用泛拜 创立和传承 讲好文化互建的 中国故事 保护 匪物质文化遗产 尤其要保护好 翻倍内涵中 所润长的 厚重 保容的 中国文化精神 更要保护好 翻倍文化中 所荣有的 幻影接纳 合理小化 意识文明的 中国智慧 让这种智慧 和精神 十种显和